11号法国外交部长乐德里安出席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听证会 对于北京日趋强硬的态度 乐德里安表示欧中关系也是审视重点 他特别点名中共单边强加于某些成员国的经济与贸易压力 尤其是眼下的立陶宛 因此确立与加强我们的姿态 以威责第三国的经济等胁迫行动是非常迫切的 这是法国接掌欧盟轮值主席国后 乐德里安首度公开表态 乐德里安清楚表明希望法国以主席国身份领导欧盟推动反胁迫工具 以威责中共等采取的外交经贸胁迫手段 在听证会上 法国共和党友台小组资深议员昆丁追问中共施压立陶宛问题 德国汽车零件大厂德国马牌集团也遭中共施压 被要求停用立陶宛工厂制造的零组件 此外中共也透过拖延港口海关程序 对立陶宛货品采取实际上的禁运 立陶宛和外国企业都正面临政治与经济施压 法国在主席国期间是否会采取具体行动协助 并向时常支持我们的盟友立陶宛展现欧洲的团结 对此乐德里安重申将与立陶宛同一阵线 立陶宛因为与台湾互设代表处且退出东欧与中国17加1合作机制 而成为中共报复的对象 法国将在接掌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反协迫措施 以使欧洲能防御此类的行动 德国是立陶宛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汽车零件大厂马牌集团等德国企业都在立陶宛设厂 德国明镜周刊报导 德国经济继气候保护部次长布兰特纳 这两天访问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与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等官员会晤 向立陶宛表达声援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 达手